哈囉,大家安安,我是魚人 上期把對稱式滑鼠聊完了 我們這一起來聊一下有限式的滑鼠 然後有鑑魚有網友對我提出問題就是說 有直義式滑鼠的介紹 但該怎麼說,魚人目前手上是沒有直義式滑鼠 我就先說很抱歉,因為去問了一下 我們同聊和認識的人並沒有人買過直義式滑鼠 但就大約提一下,如果你要選購直義式滑鼠 我拿Master,就是這一顆來當作一個簡易的舉例 只要大多數的直義式滑鼠,你無論是哪一家的 他就是把我們看到的這種右手鼠改成這樣子 就是他的傾斜角度現在是比較平的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種狀況是比較平的 而直義式滑鼠通常來講,他傾斜角度會到這麼斜 就是他會讓你的手保持在一個差不多七八十度之間 也不會到正九十度 就是他的這樣子的傾斜角會差不多變成這樣 假設這裡是平面的話,他的傾斜角他不會變成這樣 我拿一個 給大家大約看一下 正常來講滑鼠的傾斜角不是通常都是這樣 但如果你是直義式的通常會到這樣 就是他斜角會變更大 而這種斜角比較大的情況下他就 你在購買的時候就要注意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去現場專櫃買的話 這種傾斜角度比較大的滑鼠 他除了這一塊滑鼠的底要比較大之外 他最好重心也要靠下 因為魚人曾經有抓過有幾間眾籌的品牌 就是當時我們同學有買過 在大三的時候就是隔壁形有買過 然後當時借由另外好友的關係去借來摸摸看透的結果 他的重心就是 老實說有點太高 所以你會覺得他 底不夠大 然後上面的重心又偏高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他抓起來有點像是一隻搖桿 因為底雖然很大 但他重心不靠下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抓起來 他突然下面有一個挺大的平面 那你拿起來就會搖搖晃晃 就是他上球的重心跟你手的重量加起來之後 下面那塊底是扛不住你那樣晃動的 最後要看廠商設計 因為都有摸過 因為現在做直立滑鼠的有限的無限都有人做 但該怎麼說 就我實際上講啊 滑鼠不應該一昧的追求輕的重量 因為輕的重量 他那個重心只要偏高 他就會影響到一些使用上的困擾 就會造成一些使用上的困擾 然後就大仗 希望可以解決那一位 可能是輕動 可能是觀眾 他的一個問題 就大約提一下 因為我剛好沒有那顆滑鼠 然後這一期我們就來聊一下有限屬 現在起來要要屬線甲 因為我先前錄了一下 發現屬線甲的內容再貼進去 時間可能會拉太長 而先前兩集就 先前兩集是説念 預言把對稱鼠和非對稱鼠的一些內容 全部聊過 而這一期就 來聊有限的一些選購上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在意的幾個點 就老實說目前來講啊 你如果要挑我們看到巨集比較多的滑鼠 大多還是在非對稱上 你要在對稱上找大量巨集 基本上是很難的 就基本上你可能選購方向有問題 目前各家廠商不太願意在這種對稱鼠上做太多的巨集 而這一顆是大家可以看到是Rocket 它也是有皮革漆 就是表面有橡膠或類膚材質的漆 然後後來黏黏的 然後被除掉之後就變成了這個顏色 有點略白 但至少不是黏的 這一隻是Kava 大家應該有看到 到底念Kava還是念Kava 到底是要念Kava還是念Kava呢 這我不太確定 大家看一下 這一隻是Kava Plus 雖然也蠻老華屬 這一隻 應該七年以前了吧 有點久 這一隻和 先前那 先前的 非對稱鼠那一則影片當中的 艾爾路因正義之間 是相近時期的產物 我給大家看一下 而 有線滑鼠普遍現在通常會討論就是這條線 就是這條線 因為各家廠商對於這種線的做法不太一樣 主要分為兩類 一類就是像 這條一樣 就是和傳送 大家如果有帶電腦 就是資訊教室 電腦教室 或電傳中心 甚至你可以在各大 我們看到一些區公所啊 或者是一些政府機關 他們用的滑鼠普遍都是做這種 塑料包覆的材質 就是基本上比較便宜的滑鼠都是這樣 你在外頭看得到 這種塑料包覆的材質呢 各家做的材質 或者是我們常講到他用的一些 嗯 有點打擊 就是他用的一些 呃材料會有些許的差異 而這個些許的差異它會造成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條線的柔軟度 有線滑鼠 他通常會受到這條線影響 就無論你有沒有刻意的去喬空間 他都會造成那樣的影響 尤其是你的桌面 就是你的主機可能是放在桌子底下 你的滑鼠盆要繞過桌面的情況下 這種會更明顯 就是你會造成一定那樣的拉扯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挑你整個柔軟度和韌性更好的 呃有線滑鼠 或者就直接不挑有線 而另外的選擇就是屬線甲 而屬線甲我們就下一期再來聊天 我覺得這一期應該是很難講到他的 而這種塑料神 或者說我們看到就是 呃漆面包袱 有些是用說漆面包袱 有些人是說塑料包袱 這種類型的滑鼠線 雖然常看到 但老實說 各家做出來的耐用度都有差 就是有一些他可以維持一兩年 就不會出現像這樣 就是你用久之後 他有些線硬化之後 他出現一個輕微歪有沒有 或者是像這樣有一個區域是歪的 就是如果他是材料做比較好的 通常來講他這種彎曲的點 在你多次拉直之後 他通常都會直回去 只是用久之後這種塑料線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說是橡膠包袱 就是這種決定材料 他通常都會硬化 而硬化久了就會出現 先前如果你有看過一些修善滑鼠 他們那個滑鼠的使用年限可能更大的 甚至你可能以前在學校有摸過的 有一些滑鼠他的那個線就會碳化 而那個線只要一碳化 你輕輕一折他就會有一點裂開 就這種塑料線會出現的幾個小問題 那他的好處就是他比我們看到這種編織線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就你如果有在外頭用過一些 新方電源充電線或一般的滑鼠充電線 應該都會看到這種 類似編織材料的線材 我拿一條給大家看一下 剛好桌面上沒有放 拿一條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就類似像是這樣這種比較粗 當然通常滑鼠會用比較細 就是這種編織線的材質 不知道大家好像有點對不太上膠 大家應該有看得出來 這種編織線它有幾個好處 就是這一種編織線它通常比較長出現在 早期的一些高端滑鼠上 就是一些旗艦滑鼠上 比較常見 而這種線它通常會比我們看到這種塑料線來的壽命長 就會長很多 而它有沒有缺點 有 就是它對於我們看到桌面平整性要求比較大 如果你的桌面是相對不平整 或者是桌面上可能有 例如說木屑就是 木頭有時候它會 你用久的時候它會起溶 木頭也會起溶 而起溶之後對於這種編織材料來講 就會造成比較負面的影響 就比較沒有辦法 它就會出現類似像這樣 就是 有點被勾到起溶 但這實際上是摩擦出來 看起來 手機又對不上膠啊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點起溶有沒有 這種是編織線普遍會出現的狀況 就是它只要產生摩擦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勾到 它就容易起溶 而起溶的點如果它起得很嚴重 線就會從那裡斷 它和我們看到的那種 塑膠繩脆化之後扯斷的狀況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這種塑膠繩 做工比較好的廠長 實際上很難在保固期內 你把它的線弄斷掉 除非拿剪刀去畫它 就是鋒利物 而如果是鋒利物 那我覺得編織線也是一樣慘 編織線雖然比較耐 但它只要起溶了 它就容易出問題 而有線滑鼠現在目前主流啦 就是剛剛講到編織線和剛剛講到塑膠線 而如果你在買的時候還可以關注一個點 就是它的這顆頭 這顆頭 如果你有考慮未來要換俗仙甲 就我們下一期提到的 我會建議你有一些它的這個頭有做強化的 就是有做我們看到的 有一些線材它會做那種防折處理 因為我剛好桌面上沒有那樣子的線材 我找一下 就看看有沒有比較合適的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線上它會做這種就是 多突出一塊去做一個防折 就如果它的滑鼠上有做這個 你的有線滑鼠比較不會線斷在這個頭 比較不會 但也不能說完全不會 因為有時候它那個做的確做長了 但它斷在跟前面 這個我只能說它只能減低 並不能完全解決 而有一些廠商它會選擇把線弓起來 就是它會做一個額外的加固處理 把這條線做整個彎曲起來 讓你不要這一塊直接摩擦到 這個概念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 就是它的這樣子用起來 結果就是它這一塊會比較寬鬆一點 就是它不會直接和滑鼠墊摩擦 然後如果你又要用屬線夾它 我覺得它的收銘應該會比一般 這種直接直出的滑鼠跑 就大家都可以看到說它現在很多滑鼠 它都會去做一個比較高的高度 讓線材不要摩擦 這個概念我覺得是對的 就大約提一下 就有線滑鼠在線材上普遍就這兩個 點會比較長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有線滑鼠實際上會提到一個點 就是步驚頭 你到底滑鼠要不要鍍金頭 像我這兩顆都是沒鍍金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兩顆滑鼠頭是沒有鍍金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顆都是沒有鍍金的 而且實際上你可以仔細看就是它是沒有修的 就是它沒有什麼修 這種沒有鍍金的頭 它通常來講 比較好的廠牌 它會選擇在這個頭上鍍孽 就是去做我們看到的不鏽鋼吹 就是它會做一個表層 就是鍍孽或鍍 看各家廠商做法 我的印象大多數是鍍孽 就是把整個頭變成類似不鏽鋼的材質 而這種做法你要看就要看廠家工藝 因為我有看過那種就是像 有一些做那種USB頭的 就如果你有用過一些藍牙頭 它號稱那個什麼鍍金的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秀 就如果它每一度不好 你就算它不常用它也是秀給你看 這我覺得這東西比較敗人品 就有些廠家它分明鍍孽就可以做得很好 結果可能改鍍金喔 然後就秀掉了 這我覺得就每個廠家可能對於USB頭的理解也是不一樣 這我覺得無可厚非 就如果你在日常選購上 遇到你的USB頭不是鍍金怎麼辦 我是覺得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我自己使用過的 就包含像FUELCODE 只要你說它真的會秀嗎 會啦 但也不嚴重 就老實說就真的也不嚴重 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條線是FUELCODE 因為剛好放在我的桌面底下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塊鍵盤也是青眼影上的鍵盤 它也算是經常用 那你會發現它頭實際上是沒什麼秀的 就是 這我覺得是各家廠牌對於USB頭的一個品質掌握的部分 它只要掌握好實際上它趨近於是不會秀的 再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會秀 沒有錯 它是會秀的 但它秀的程度不會那麼誇張 就有一些廠家 他說是鍍金頭 但你多次拔插 甚至你分明沒拔插 但它也是照樣秀給你看 這個 我覺得就沒意思 好啦 那我們這期內容差不多到這 就是 呃 有限滑鼠啦 我通常會建議 如果你是買 來你就打算說阿我就長久使用它 可能微動後來你也打算修微動 那我會建議你能買像這種 呃 偏向是我們看到的 呃 編織材料的 這種的耐用度會比較高 但條件是要看你的桌面 因為 有時候你桌面轉角 或者是 一些桌面上一些雜物 對它造成磨損 它也會磨損的比塑膠神嚴重 但 呃 正常使用下 就你如果真的就只是一個 有點髒但不會很誇張的那種桌面就是 一般外面可以看到一些辦公室環境 實際上這種線它的 整體表現會比塑膠神好 真的就是以我過往累積的經驗來講 這種線通常會比塑膠神耐用一些 而塑膠神它當然有好處阿 就剛剛講到就是 你如果不太喜歡被 有線綁住 但你還是給買有線滑鼠 這種塑膠神呢 只要它做工材質不要太差的 基本上第一兩年你的桌面布局 正常情況下 很難感受到這種有線的存在 就是 塑膠神現在很多廠商已經做到 它與滑鼠墊也好 或與桌面也好 摩擦會比較低 這個我覺得就大家再提一下 然後 USB頭到底要不要鍍金呢 我覺得是 不一定要 因為大家也可以看到 桌面上大多數的產品都不是鍍金 都是偏鍍孽的那種內型 就是偏不鏽鋼 就是它是表面做鍍孽處理的 也不算完全的不鏽鋼材用 就是它 你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有鏽石 但鏽石的不明顯 就我覺得 這是產商工藝問題 有沒有鍍金我覺得倒還好 就那種吸引力和影響幅度不大 而滑鼠的這一個頭 就最後一個點 就這個頭 有沒有要做加固處理 個人認為是 有會比沒有好 但它會不會就是 你加固的這邊 然後斷在前面 這我有看過 以前 我們同學有買滑鼠 也有出現過類似的狀況 哪一家的 我很忘 就是 有一些電力廠牌 它會在這邊加固 但老實說 它加固的結果就是 它 沒斷在前面這個頭 它沒有斷在滑鼠出來的 這個交接區 它反而斷在可能後面 再後面一點點 就是 這塊是加固 沒有錯 就要斷在這邊 這個 通常都看得到 就是很多家滑鼠廠商 雖然很避免讓滑鼠 就是這段折斷 但它加固多長 就變成長出去的那段段 這跟使用者 可能還是有一樣的差異 就是習慣上的問題 好 那我們這些內容 就差不多到這邊 就有十來十七分鐘了 那我們下一期來聊一下 你為什麼要用屬線甲 就 當你發現你買有線鼠 但你會 就是你可能會KK的時候 就是你的線 可能會卡到一些奇怪怪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考慮買 屬線甲 而屬線甲 我不敢保證說 我講的一定都是對的 就 依舊是這樣 就是 隨隨便這種類型 就是 我給他定位就是 他講的東西是我 長久以來我摸過滑鼠 我覺得 通常會遇到的問題 就我自己通常會遇到的問題 我不敢保證每個人都會遇到 因為 每個人家庭的使用環境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 呃 擺放習慣會不一樣 所以他並不能百分之百保證每個人 他都會遇到像魚人一樣的狀況 當然 我通常會提出來 然後希望 有一些可能跟我條件類似的 呃 用戶就是 盡量去避免他 因為 很多場景就 該怎麼說 有些實況圖他弄出來的一些場景 或有一些UP主弄出來的場景 我覺得那不是一個 呃 硬要說 不是每個人的桌面都可以那麼的乾淨 或者是那麼的 整潔 所以我會 盡量去提出一些 我認為 呃 可能 部分人會遇到的狀況 我會盡量的去 提供解決啊 就差不多是這樣 好啦 那我們這期的內容就差不多到這邊 呃 剛剛講的比較感性的發言就算了 好啦 然後就 也希望各位就是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類型 就麻煩點讚 然後評論分享 就是有任何的狀況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雖然有時候你們點菜 我不能解決啊 有點抱歉 因為就 預算比較不足 然後剛好近期 有時要借東西比較難借 就 可能在 借的時間點上 或者是 能不能做這件事情 我會 拖的時間會比較長 然後 大上差不多應該就是這樣吧 然後 最後還是 講一下 如果觀眾 看到可能 例如說我星期一星期六 也沒有更新 也歡迎你們到FBI敲碗 就是 來吹根 我大致上有看到 如果我那一天 是已經錄好影片了 我會告訴你 我真的還算滿重 呃 如果 呃 我直接跟你講 我會直接開 那就代表我的 呃 就是YouTube的影片定時 我忘記定了 就是大家 可以跟我講一聲 就是 如果你星期一沒有看到影片 或者是到星期二晚上 啊這個 該死的預言怎麼還不更新 如果你 你發現了這個問題 歡迎直接就 跟我講一聲 因為我 不會主動說 為什麼你要點開小鈴鐺 那些我覺得沒有必要 就 就是 如果你有在看我的影片 就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 如果你發現怎麼預言沒更新的 就 直接來我的FBI敲我 或者是在YouTube上跟我講一聲 可能就是 我可能沒有放到 連結更新時間 我有時候草稿登上去了 但我很懶 就 沒有把它整理完 然後把它掛 時間 就是有時提醒我一下 我會盡快去做這件事情 好啊 那我們這期內容就這樣吧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 嘖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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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